昨天的會議過程 第一個他就不再討論範圍內 第二個他是在散會之後才提的 沒有道理 就好像我們今天的節目是2點到4點 我可以在4點3點59分的時候說 我要罵陳其邁 然後節目就結束 我們直接進廣告了 你們怎麼都可以不監督陳其邁呢 你們中天怎麼可以不監督陳其邁 報告今天沒這一題 就沒這一題 就這麼簡單就沒這一題 沒這一題 然後你還選在散會的時候 時間到了 所以這第一個就最直白的 那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像我剛才那樣 最後做一段秀 就說陳其邁 然後最後這個節目就收藏了 散場了 這樣之後呢 然後開始播廣告了 那幹嘛我就在那邊哭 你看這個之後我最認真 然後回去發臉書這樣子 最後發臉書嘛 他說你看這中天多可惡 他說你剛發臉書 你看這國民黨多可惡 所以第一個就在程序上 本來就無理群 第二個呢在實質上 當然也是無理群 你就好像民進黨想要去通過一個提案 就要求立法院大家來承認說 地球是方的 地球是平的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開羅宣言的主權呢 無涉台灣 這就與事實有所違背 因為在事實上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 中國的席位 先前呢已經有別的國家提過了 包含美國日本 提到的是兩個中國的代表權 然後呢這個突尼西亞 甚至呢這個另外一個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 也已經提過了就是一中一台 甚至還有福爾摩沙的修正案 但這個修正案都已經被否決了 所以不論是兩個中國 或者是一中一台 甚至是台灣自主決立 台灣自決的三個案件 都已經被聯合國打槍跟否決了 所以有沒有提到跟台灣有關的 有 然後這個提案呢 就是被否決被打槍了 所以現在在講任何無關台灣的 不設台灣的就是在跟事實造謠 想要去通過這種造謠的提案 就跟在立法院 你想要通過一個地球是方的 是一樣的荒謬 所以當然是不需要理你 那再來一個 好 就算我們退一萬步好吧 這個聯合國的2758號的本身 2758的本身確實沒有提到台灣 那為什麼不用提到台灣呢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省啊 就有什麼好提到的呢 2758號難道會提到浙江省 跟海南島嗎 不會啊 因為你就是中國的一個部分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聯合國既然已經在討論 中國問題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去談到裡面的一個省 那請問要不要提到台北 有沒有提到高雄 有沒有提到每一個縣市 沒有啊 那或者我們乾脆來講說 國慶裡面也沒有提到 各個縣市的名稱 那是不是國慶都不能夠代表 台灣都不能夠代表 各個縣市呢 所以就任何一個角度來說 民進黨的要求都是無理取鬧 好不過沒關係 就獨派的人士當然是希望 好我們就還是要有一個倡議啊 因為你看那個別的國家 也都在有一些倡議啊 那我們也要有這樣一個倡議啊 好 那麼這個倡議啊 最實際上的作為 真的要在聯合國有一些做法 還是要這個聯合國的五常 美國呢尤其跟民進黨最好 就在聯合國的大會上主動提案 就重新修改或者重新提案 讓台灣或者是中華民國 加入或者重返聯合國的相關提案 美國也從來不做啊 對啊 也不要說聯合國了 就連WHA 美國也沒有提案了 那麼現在不是都講說 美國最挺台的時機嗎 不是說你看美國的議員也都有發聲 那就在聯合國提案了 通通都做不到 荷蘭啊澳洲啊 聯合國提案了 然後或者這樣 只是讓我們以中華台北的身份 去參加WHA 這還是以前馬英九執政時期 能夠做得到的 但是呢蔡英文一執政以來 就通通都做不到 那通通都做不到 只能夠幹嘛 就在台灣內部騙台灣人 啊你看這個我們挺台灣 那美國也是一樣 就是告訴說啊你看這個我們挺台灣 這也是民進黨口中講的 所以這一切都是作秀 這一切都只是純粹的在做騙票 最後一個層次 好如果民進黨真的要通過 我個人也覺得怎麼樣 要通過就通過吧 那其實通過完之後 會帶來什麼改變嗎 沒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要真正的改變 就像我說的 前面你要嘛 就請美國去聯合國提案 最後也是會被封殺 最後也是沒有用 但美國要去提 好歹也是有個動作 好所以如果立法院 通過這個東西會帶來任何正面改變 美國可能在武昌就被否決了 對就直接被否決了 那最後就是假設真的通過之後呢 那大陸肯定會有一些反應嘛 那麼這個反應呢 那就是民進黨要承擔 甚至很可能就是台灣人民要承擔 那民進黨蠻不傳 我們就是要對抗啊 好那你對抗 那我們的農產品就輸 沒有辦法輸出嘛 那或者可能我們其他產品也賣不出去 所以很簡單 利益是沒有的 避害是顯明的 所以民進黨如果要通過 我個人呢是不會阻止 你看散會了不討論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這個東西太無聊 與事實有所違背 不理你 但如果你真的要 撒坡胡鬧打滾 真的要去撞牆 我個人呢也認為 沒有必要攬著你 因為你通過之後你就在台灣內部 繼續去宣傳繼續去吹 吹完了之後 三年下來我們仍然會發現 一事無成 所以不要阻止 阻止了之後就會讓綠的罵 那不阻止就讓它過 過了之後就發現沒什麼好處 反而帶來更大的壞處 那才會知道當初或者我們支持 九二共識我們支持 兩岸和談的這個路線 才是正確的 昨天在韓國瑜 在立院的召集的朝野協商 其實這跟市民黨團急轉彎 本來想說沒有辦法 在明天20號立法院正式開議 但最後急轉直下 拍板定案了 韓國瑜邀請了 召集了朝野協商 儘管三黨團都同意20號開議 而且邀請卓榮太帥 行政團隊報告備詢 但在加開院會的問題上起了爭執 以至於協商破局 不過一直到下午的時候 民進黨團突然之間大轉彎 轉念了簽了協商結論 所以就在明天20號立院正式開議 那當然新會席新戰場 還有這一個就是在25號的時候 民主基金會要處理 執行長盧業中的人事案 根據了解韓國瑜會正面迎戰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 其實從之前的先是卡韓 到現在的卡盧大戰 導致到現在為止 執行長一直是懸而未決 所以到時候可以預料得到 這齣戲真的是演好久沒演完 那麼9月25號上午召開董事會 就是要處理盧業中擔任執行長一案 那麼根據了解韓國瑜會出席 他會親自出席 所以又有新一波的藍綠角力 在這個部分上再次上演 漢婷 首先前面的部分 我認為不要講說 我們都很反對跟唱衰台灣 就複裔剛才亮哥所說的 應該要直接要求林佳龍即刻赴AIT 對吧 即刻表明要求美方在聯合國 即刻提案 修改2758號 然後並且重新的決議 這馬上可以做 對吧 林佳龍然後打電話給AIT 約一下時間碰面 馬上就可以做 所以立法院如果馬上開會決議 我們就修得更積極 對吧 要求林佳龍立刻做 而且不是做到AIT 而且我們所有的友邦 以及所有有代表處的 通通都要做 好 而且這份文書 對吧 就很簡單 我們不是要求說 你那個美國一定要提 但是林佳龍去AIT 這是馬上可以做的 那第二個就目前要省預算 所以外交部的這些所有的預算 你在沒有送給AIT 沒有送給這些友邦 之前不得動之 合理吧 這個沒有很困難 你現在的人員跟現在的編制 是現在有的經費 完全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是不挺 這個所謂民進黨的相關理念 我們比他更積極 我們比他更主動 那就看民進黨到底敢不敢 所以強烈呼籲民眾黨 因為他是獨派的立場 陳昭之本來就獨派的立場 希望要這麼做 但如果說的話 希望我們走得更激進 幹嘛 就不僅還可以這麼通過 而且我們可以通過一個 更厲害的要求民進黨 即刻行動 那一天不行動 就一天笑民進黨在矮化跟打壓台灣 因為自己通過了 也是自嗨跟自爽 真正有決定權的是美國 民進黨號稱台美關係史上最棒 那應該馬上去聯絡AIT 而且我希望我們的中天 馬德再辛苦一點 為什麼呢 下一次你看這個民進黨 誰要防哪一個立委 就問他 你支持立刻去AIT 來做這個請求嗎 或者下一次AIT 如果有公開的記者 會還允許我們來發言的話 也可以提問AIT 你知不支持民進黨 當前這樣的一個主張 希望美國能夠來提案 好 那他怎麼打官槍 是他的事情 但是他如果回覆了 就算不打官槍 也可以打臉民進黨 這也是很棒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 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